北市一岁男童凯凯遭保姆虐死案 震惊了各界 如今北市又通报两起疑似重大而虐事件 两名孩童都三岁以下 都疑似感染到懦罗病毒 其中一名孩童抢救无效 另外一名送医之后恢复当中 博尔脸上四只疑似都出现了不明的预亲 是否有虐童的情况 正在调查了一清 救护车紧急把孩童转院 因为台北市又爆发疑似虐童案 两名孩童都三岁以下 其中一名男婴妈妈是外籍人士 男婴疑似感染懦罗病毒 到院前没有生命迹象 抢救无效 死因带香咽 另一名是桃园移工的一岁多子女 严重脱水疑似懦罗病毒 脸部四肢有不明的预亲 疑似有受虐情况 妈妈带着小孩北上 寻求关爱之家协助 关爱之家立刻把孩子带到医院治疗 抢救后状况恢复稳定 近日由于凯开案件 受到社会高度关注 儿童安全议题再度引发讨论 卫福部也在16号晚间 接获台北市通报 两起疑似重大儿虐事件 卫福部保护司 已经要求台北市 尽快进入重大儿虐 检讨流程 等报告送到中央 将评估影响层面 根据统计 一百一十二年 全国儿少通报事件 突破十二万见次 比一百一十一年成长 大约两成 其中儿少遭家长不当对待事件 成长到约百分之七 国小学童增加最多 其次六岁以下 至于北市通报 这两起有没有涉及而虐 还要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